大家好,我叫周惠文,今天向大家繼續介紹這個Honda CR-V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經打開這個車門 裡面的乘坐空間是比較舒適的 因為這個車這麼大,只坐五個人而已 它的地台是設計得比較低的 因為這種城市的四驅車 越野的能力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但是它在城市裡面開的時候比較舒適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電動皮椅是不太高的 方便成年人、年老的人或者小朋友進出都是很方便的 值得一提的,這個車採用了美國腳煞的手掣系統 什麼叫做腳煞的手掣系統 就是以前用手拉這個腳掣 手拉這個手掣 但是美國人喜歡用腳去控制的 無論你是踩那個手掣 或是釋放那個手掣 都是用左腳就可以控制得到 有一個好處,這個好處就是令到中央駕駛台 等波棍和傳統手掣的地方 能夠騰出更多的空間 騰出空間的時候可以等三個杯子 其他雜物和其他雜物,並且有一點儲存的設備 這個車在這個方面來說 是能夠令到它的實用性大大提高 關門來說 你都會看到它的品質的控制系統非常好 是很硬正和很堅固的 給大家的感覺 好,大家就這樣